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勇 又來到新一集的精靈知識錄 今天要講的是新手訓練家最適合竹的精靈 波波 波波是一般與非限屬性的精靈 亦稱之為初代的監援鳥 外形與現實中的鳥類麻雀相似 而作為小鳥類的波波會吃一些小型的蟲屬性精靈 最常見的會有綠毛蟲和獨角蟲 其次是外形與樹果相似的橡實果 而波波的特殊能力就是方向感強 可以輕鬆地找回自己的巢穴並且不會當失路 波波亦是小字遇到除了比加超之外的第一隻野生精靈 在武漫篇第一集,圖鑑是這樣描述波波 在飛行的精靈當中個性最溫和、最容易捕捉 是精靈訓練家初學自己小事身手的最好目標 可以見到波波的聖程屬於溫和的精靈 但經過幾個世代後就不知道是否仍然是最溫和的飛行精靈 在特別編REC當中有一集曾經出現了兩隻機械波波 是作為帶領REC在狩獵地區的一個導遊 擁有同人對話能力的機械人 REC在狩獵地區因為不聽從狩獵場的指引而用精靈球捕捉了尼多侯 而當時兩隻尼多王正在爭奪這隻尼多侯 所以引發了尼多王的不滿而暴走追捕REC 最終在兩隻機械波波的協助之下成功逃出了狩獵員 不知道各位在新手訓練家的時期有沒有捕過波波呢? 以上就是波波的資訊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還未訂閱可以按訂閱 我們下集精靈知識錄再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